世界大長 好 我們今天就開始開會 首先謝謝各位教授的這個麗琳 各位委員各位學者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我們會議就正式開始 今天舉行司法院大法官同意權的公聽會 是依照本會期第一次臨時會第一次會議所做的決定來辦理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及憲法徵修條文的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直施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在我國憲政制度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本院議憲法所託代表人民行使同意權 針對每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之資格進行審查 因此舉辦本次的公聽會作為審查的參考 在座各位學者專家受本院各黨團舉見出席本次公聽會 均為領域內長期努力深獲肯定的重要代表 具備豐富的法政素養 相信一定能為本院委員提供寶貴的意見 在此感謝各位為本次公聽會所做的準備與接下來的發言 針對今天公聽會進行的程序 我們做以下的宣告 一發言時程及順序 每位學者專家及審查小組的委員發言時間均為十分鐘 綜合答覆三十分鐘 先由學者專家發言 四由審查小組委員發言 最後由學者專家綜合答覆 二各黨團所舉見的學者專家審查小組委員如不在場 都由各黨團互相調換次序 另外在發言時間結束前一分鐘會按鈴一短鈴 發言時間介至十再按鈴一長鈴 好以上跟各位大家做說明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今天的公聽會的程序 首先請這個廖親福教授發言 發言時間十分鐘 主席 各位委員先進 個人今天非常榮幸有機會到大院 就依據中華民國憲法 申救條文第五條由蔡總統提名楊慧琴女士 蔡宗珍女士 謝明陽先生 呂太陽先生等四位為司法院大耳官 那諮詢同意案 那在大院行使司法院大耳官同意全全院委員會的公聽會發表個人的潛見 那個人呢作為一名學術研究的後進者 面對這樣的一個重責大任深表惶恐跟感謝 那大家都知道說我國的憲法這個釋憲制度呢 從過去我們的司法院大耳官會議法 司法院大耳官審理案件法 到目前大院108年1月4號所通過的憲法訴訟法 那其第一條呢 司法院大耳官組成憲法法庭依據本法的規定審理以下的案件 1.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2.機關正義案件 3.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 4.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5.地方自治保障案件 6.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那其他呢法律規定的申請司法院解釋者 那其申請程序跟依齊性質分別適用 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律跟命令 那大家都知道說 我國的憲法法庭將來 會由司法院的大法官所組成 那大法官一向 在我國作為一個所謂的憲政的一個守護者 那特別是對人民齁依據59條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計救濟的案件 對於受不利益中局判決所適用的法規或裁判 認為有抵觸憲法者得申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的裁判 那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最近我們發生在香港的這個反送中事件 那各位應該可以更深刻的體會到 我們在今天如何維持我們的司法獨立 特別是台灣基本的民主價值的守護 那這個部分對台灣越來越重要 於是呢大法官呢也應該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那各位可以看看最近的台灣啊 我們有非常多的這種所謂的假新聞 或是這個媒體壟斷 那這些部分呢如何在跟言論自由之間做平衡 甚至於呢我們目前面臨到的一個最大的危機呢 這個台灣的民主價值 以及我們如何面對所謂的轉型正義 那這些將來呢就很可能呢 是形成所謂法律上的爭議啊 那有賴於大法官啊做解釋 那底下呢我個人就四位被提名人呢 這個提出我個人的一些淺見齁 那他們都是我們法學的前輩齁 那首先第一位呢這個楊慧欽女士呢 那他擔任這個法官時間非常的這個長齁 那依據他的備審資料裡面啊 他有提到說 這個認為說這個在法律可解釋的範圍裡面 呃承辦法官應該透過法律解釋 讓他更符合公平正義齁齁 呃他過去曾經在最高行政法人101年判自25號 就財政部發布的這個呃 稅務的這個違章案件 就這個部分呢這個財政部有就此去做修正齁齁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台灣其實在行政訴訟裡面 呃稅務案件佔最大宗 那大法官的解釋裡面呢 也因為有諸多的稅務案件的解釋呢造成我們稅法的進步啊 那我們認為說 將來呢如果可以在呃 擔任大法官的期間呢 就這個稅務案件那特別是我國 所謂的納稅者權利保障法的實踐 那就這個部分呃可以在家裡琢磨了 我想這個部分會非常的好 那這是呃我對第一個呃這個被提名的個人的潛見 那第二位呢是這個蔡中貞教授 那他目前呢也在考試院擔任所謂的考選部的部長齁 那他的專長呢是在呃憲法跟行政法 那我這邊要特別提出完呢這個呃 呃蔡中貞教授呢他特別是在這個國家學的領域裡面啊 那他的著作裡面大概有我覺得有三篇呢非常值得參考 第一篇是我國四縣程序中有關保全程序的爭議鑑定意見書 第二篇是憲法一意解釋程序的功能與存費的省思 那第三篇是我國憲法解釋中權力的分立圖像 那我想將來呢這個呃蔡教授呢這個呃 在做這個呃視線的這個過程裡面啊這個呃 從他這個國家學跟國家法的一個角度啊 那他在他的字傳裡面也有提出來說 他認為說規範性的憲法法學跟理論根基的這個國家學齁 那他有提到說他呃在研究的過程裡面啊 確定德國戰後憲法價值跟所謂的基本秩序喔 那我覺得這一塊呢在將來我國呢去建構 所謂的這個呃未來的憲政秩序啊 然後我想這個部分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第三位呢是這個呃謝米昂教授喔 那他的專長在民法著作權跟智慧財產權 那我個人覺得這一塊喔這個將來各位說非常熟知的說 因為科技的快速的這個發展喔 比如說人工智慧等等 那就這一塊呢這個謝教授就這一塊 他其實有提出他的一些想法喔 因為呃我們雖然大法官的解釋啊 比較多的這個呃數量大概都是以公法有關係啊 不過這一塊我覺得將來比如說民法或自熱財產權法 那我們如何去建構所謂的法律體系 那就財產權的保障 特別是今天台灣啊要產業升級 然後要經濟發展 那麼我們面臨到非常多這個呃 新興的一些科技的法律問題 比如說台灣有Uber 台灣有Airbnb等等齁這些爭議啊 那我覺得這些爭議的話 將來如果到這個呃 憲法法庭的時候呢 那我們怎麼去調和像網路啊 生物科技數位點長等等這些領域的研究啊 那這個部分我想也有賴於 到我剛才來做研究 特別是啊科技發展 這個AI人工智慧大數據啊 那我們的隱私啊這些所有的這個呃 生意這一塊啊 那人工智慧等等喔 他往往會對隨著 呃個人的隱私權的保護啦 這個區塊鏈啊 金融科技這一塊 那這一塊我想如果有熟悉這樣的一個領域的大法官 來這個作為視線者 我想他將會對我們的科技創新跟產業發展 具有助益 那最後一位是呂太陽先生喔 那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 長期在這個呃司法呃服務 這個經驗非常的這個豐富喔 那我覺得呃他有提出說這個司法 預算獨立齁齁那他當時有參考日本財政法第十八條 命格於決定裁判所 稅出概算時應該 徵求最高法院院長意見 那就這一塊齁齁我想對 所以我們的這個後來的一個憲法的修改的徵修條文所確立的司法院所提出的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淡得加諸意見 那我想這一塊也是非常的有貢獻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這一塊它從民事訴訟的角度來做這樣的運作 那也將來在釋憲的過程裡面對我國會非常的重要 那以上大概是對這個世衛的這個被審查人我個人的潛見 那最後我想談的是說其實如果我們想要去了解這四位被提名人 那無非怎麼樣除了我們從有限的新聞的媒體他所做的報導以外 那我覺得比較多的如果是法官的話 那很可能從他過去所寫的東西特別是他寫的裁判書 那如果是學者那我自己也是學者 那我想這一塊的話大概有非常非常多的學術的論著 那我認為說其實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觀點 不管在政治上或對於這個國家憲政的看法 那我認為基於憲法上言論自由跟學術自由的保障 那也許我們的意見會跟他們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在評論的過程裡面 我想答應在審查的過程裡面 應該就不同的意見 但是應該不應該從這個部分的做擷取 然後扭曲去這個討論 我覺得應該做一個比較橫平的探究 然後進行實質內容的審查 那以上是我對這一次個人提出的潛見報告 以上謝謝 謝謝廖教授 接著請胡祖慶胡教授 是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生女士 那關於這次呢 大法官的這個審查呢 從憲政民主的運作的角度呢 個人有三點的意見呢 提供大願來參考 那第一個是時間點的問題 就是說從去年的年底選舉結束 到現在呢 大概還不到半年 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時間 去年的年底選舉呢 我想說 對於執政黨來講呢 其實是一個重大的挫敗 那影響所及呢 其實蔡英文總統的任期 的總統任期 有可能呢 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 那在這短短的 這個時間當中呢 那一次提名四位啊 非常重要的 這大法官呢 那我們所關切的就是說 這四位的大法官的人選呢 是不是都能夠得到 在野政黨的這個接受 那因為說 類似的情形也曾經在美國發生過 那個2016年年初的時候 美國的最高法院法官呢 Scalia去世之後呢 其實當時歐巴馬總統也有 嘗試呢 提名這個Gary Garland Mary Garland呢 作為這個 新任的大法官 那當時 當然後來 Garland呢 沒有通過 沒有這個任命案呢 胎死腹中有很多的原因 那其中的一個呢 就是在於說 當時那個歐巴馬的任期呢 確定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 那 呃 這麼重要的 一個位置啊 是不是適合在這個時候 呃 提出來啊 而且特別是 如果是 呃 這個 當時參院的多數黨 那或者是 呃 這國會的這個多數黨 他有意見的話 那適不適合提出來啊 那所以我們關切的就是說 呃 這四位人選當中 有沒有說 呃 哪一兩位啊 是這個 目前在野黨說 絕對沒有辦法接受的 啊 這個人選 我覺得說 呃 因為我們現在常常提到這個 呃 權力的這種自我克制啦 就是說 那 因為在 這個 呃 不管是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 司法部門的時候 我們談到這種所謂的 呃 權力自限啊 這種self-restrain的 這個問題的時候 啊 我們總希望說 啊 在這方面呢 啊 這個 執政者 主事者呢 能夠展現的 呃比較大的這個 呃 這個氣度呢 啊 或者是 呃 憲政運作上的一種 呃 這個態度啊 我想說這是 呃 第一點的時間點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 人選的這個問題啊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大法官的主 這個會議的組成 那呃 從2003年以後呢 經歷了一個非常 呃 重要的這個變革 那當時這個變革的 主要的 呃 意志呢 就是在於說 呃 希望說 能夠呢 呃 擴張呢 啊 這個呃 大法官在這個做成 呃 憲法解釋或行使職權的時候呢 最大的一個獨立性 那 所以說 比如說當時的規定 就是 呃 他的任期呢 一任八年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 呃 他不可以啊 再連任啊 這個情形呢 跟法國憲法委員會的 呃 這個各個這個 呃 總統啊 或者是國會兩院的 呃 議長呢 都有遵守 那所以說 在這種呃 情況之下呢 那 我們就看到說 呃 其實 呃 這個 在 所以在2003年以後 其實啊 呃 從 從這個政務官當中呢 呃 去提名 呃 大法官的 呃 勢力呢 其實是不多見的啊 所以說 那 呃 原因就在於說 呃 這個 呃 特別是 呃 有點像法國的憲法委員會 法國憲法委員會的話 他都是希望說 呃 他的 這個 呃 這個 呃 司法啊 或者是政治界的這種賢達之士 出任憲法委員之後呢 那最後啊 也就是 呃 也許就是他公職生涯的最後一戰 那像我們看到像 2010年 呃 出任這個憲法委員會主席的 這個 呃 Jacques Barreau 然後或者是2014年 呃 接任這個 巴厚 呃 的這個 呃 Leonel Jospin 呃 他這個 呃 之前擔任過總理 那原則上 呃 他們卸任之後呢 呃 都 呃 至少有兩位的 呃 呃 呃 都在1969年呢 呃 呃 當選了這個 呃 法國的總統 那但是實際上從這個法國的 呃 這個憲政的這個實行的角度 從來沒有人覺得這是一個可遇的這個呃 的憲政慣例啊 呃 尤其 呃 這一次的話 那我們有從政務官呃 來提名大法官的呃 年次呢 啊 都年齡呢 還 呃 相當的 呃 相對的 呃 比較輕 那如果將來呃 他在卸任大法官之後 呃 重新投身政界的話 那 呃 將來我們的 呃 這個憲政民主的教科書會如何評價啊 我覺得說 呃 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那當然 第三點呢 就是在於說 這個 大法官有一個非常 呃 重要的這個職權呢 就是做成憲法解釋 也就是 呃 我們在政治上所謂的這個司法審查 呃 Judicial Review 那在這個方面呢 那在野黨現在 呃 應該都比較在意的 呃 就是這個國家 呃 國家定位的這個問題 就是對於這個國家定位的問題啊 除了這個 呃 這個 呃 自宣修憲啊 這個以外 啊 能不能夠 呃 對於說 呃 這個 呃 這個國家的這個憲法地位呢 啊 做成 呃 修 這個 做成一些這個 呃 不同的解釋啊 我覺得說其實是呃 國人都非常關心的事情 那所以說在呃 呃 因此呢 呃 過去呃 每次在提名大法官的時候 大概各界都呃 請這個大法官對這個方面 國家的定位的方面呢 呃 發表一些見解 那我們也看到呃 呃 這一次的被提名人 也都是呃 在呃 這個 他們的呃 個人的說明裡面呢 做了非常四平八穩的陳述 但是我們還是要說 呃 對於呃 這個呃 這個 呃 這個被提名人 那過去的呃 一些呃 研究啊 或者是他的這個言論 那會不會啊 這個對於說 呃 在這個國家定位上面呢 呃 會有所這個呃 這個 這個造成這個衝擊的呢 還是要應該要注意 因為我們都曉得 呃 這個國家的定位呢 不僅是限制 牽涉到那個 目前台灣呃 正常穩定的這種憲政運作 其實呃 對於這個兩岸關係 呃 也會呃 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那所以說 包括過去我們呃 蔡總統呢 其實呃 一再強調就是 說除了遵守憲法本文之外呢 也會這個遵守呢 徵修條文 那我們的陸委會主委啊 之前在呃 公開的演說裡面 也說會這個 這個提到了這個 329號的這個四線案啊 啊 試圖啊 用這些呃 這個 呃 這個 呃 宣示呢 作為這個兩岸和平的一個基礎 穩定和平的一個基礎 那所以說 在這方面呢 其實呃 我個人還是建議 就是說對於說 呃 這個被提名人 呃 這個在審查的時候 呃 還是要呃 多加了解 那因為說 呃 即使不是在這個憲法 這個解釋 四線案的 呃 本文當中 即使是在這個所謂的 不同意見或協同意見方面 呃 如果對於這個國家的 呃 定位呢 有所呃 模糊不清的話 我想說 呃 這都可能呢 對於 呃 將來 臺灣的呃 憲政運作呢 或者是兩岸關係呢 呃 造成一些衝擊 呃 以上是我個人三點意見 謝謝 呃 然後還有這個呃 在場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呃 很榮幸今天 再來立法院 針對大法官提名人的 這個部分呢 呃 參與公聽會 我想我大概就針對 呃 憲法交錯任期制的目的 好 還有本次大法官 提名的黨派色彩 性別平等 還有大法官的專長 以及學術背景 這個等等部分呢 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好 那 供各位委員參考 我想 首先哈 在憲法採取交錯任期制 坦白說這是一個錯誤啦 好 原來我們大法官的任期是9年 他的目的其實就是跟 總統的任期是錯開的 好 那麼也就是要降低 總統對大法官任期的 大法官的影響 那原來我們的憲法裡面呢 大法官是可以連任的 所以換言之呢 如果沒有重大的為師 好 大法官是會 持續的擔任大法官 那這個可以加強大法官的中立性 那在上次修憲的時候呢 我們把大法官的任期縮短到8年 而且採取交錯任期制 也就是呢 每一任總統可以提名8到7位大法官 再搭配上呢 司法院院長跟副院長的任期不受保障 實際上每一任總統大概可以提名最多10位 好 然後或者是9位大法官 那這個其實就已經造成了司法權的不獨立性 好 好 那這個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算我們沒有今天面臨的狀況 就是一部分大法官的提名案因為被耽擱 所以呢 導致一任總統可以提名 這個 在任期內可以兩次提名 好就算只有一次提名的機會的話呢 我們的總統都可以已經提名到接近3分之2的大法官 好那這個時候就會使得 這個法案呢 基本上可以確保不違憲 好為什麼 因為在我們現在大法官 這個審理案件法裡面規定呢 你如果沒有3分之2大法官的話呢 這個 基本 如果有3分之2大法官多數的話 你可以決定法案違憲與否 你如果不到3分之2大法官 你至少如果有了3分 有2分之2大法官 你至少可以確保說 欸這個法律呢 我如果希望他是違憲或不違憲 我可以透過出席或不出席 來予以杯葛 好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當總統已經可以提名過半數的大法官的時候 幾乎就可以確保總統的政黨 在立法院通過的法案呢 不被大法官宣告違憲的結果 那麼在今天的狀況 我們發現呢 如果 蔡總統這一次提名大法官4位 如果再通過的話呢 其實蔡總統提名大法官就超過3分之2 所以換言之呢 民進黨 身為執政黨 也身為立法院的多數黨 提名他之後通過的法案 經過蔡總統公佈之後呢 在大法官其實有非常大的風險 是不可能被宣告違憲的 好那在一個 民主國家 憲政民主國家 我們希望 立法、司法和行政是三權相互制衡 分立的情況下 總統可以提名到超過3分之2的大法官 在第一任的時候 是不是妥當 我知道很多民進黨的朋友們跟委員們 或者是學者也主張說 之前馬總統就曾經提名了全數的大法官 是的那是在第二任 如果照憲法交錯任期制的目的 一個總統如果連任的話 他在第二任的時候 的確可以提名剩下來的大法官 但是那是在第二任的時候 現在我們允許第一任的總統 這個總統在他的第一任 就可以提名超過3分之2的大法官 妥不妥當 尤其這個總統如果剛剛在大選的時候 他所屬的政黨 遭受到全面挫敗 證明他的方向跟選民的方向不符的時候 他還可以有這樣的權限妥不妥當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思考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我想大法官的提名呢 本來就大法官本來應該超出黨派 然後應該是獨立行使之權 那我們其實 我必須要說 蔡中正教授跟謝敏昂教授都在 在學術研究上都是我非常敬佩的先進 好 那但是呢 我必須要說 蔡總統在人事提名權的行使上呢 顯然是不避諱黨派色彩的 好 那蔡中正教授在反服貌的議題呢 在年經改革的議題上 鮮明的色彩 我想大家都清楚 謝敏昂院長 馬前總統在念法學院的時候 在台大法學院的時候 他應該還是高中生還是國中生吧 但是謝敏昂院長那時候一句名言 我們沒有把馬英九交好 我想其實這是嚴重的失言 那提名像具有政黨 黨派色彩這麼濃厚的人是出任大法官 妥不妥當 我覺得是另外一個要去思考的地方 好 另外呢就是我們 我國大法官其實 因為我國在法治上面呢 其實一向是 來自有從各國不同的國家背景來寄售 我們有寄售美國的法治 也有寄售德國的法治 好 也有從其他不同的國家呢 去學習不同的法律進來 所以過往的時候呢 我國大法官一向是以背景多元 為他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們以前有劉日的大法官 我們有劉美的大法官 我們有劉德的大法官 實際上在這一次 大法官我們看到湯德中大法官即將卸任 他原來呢 他是這個美國杜蘭大學的博士 然後也是哈佛的法學碩士 羅昌發老師呢 他是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 所以這兩位都是劉美的 那我們看到這一次提名的兩位 學術背景的大法官呢 蔡中登大法官跟謝明陽大法官 都是劉德的 而且很巧都是慕尼黑大學的法學博士 就是說這個 會不會背景太近似 欠缺了多元性的思考 我想這個是在提名上面 總統當初跟提名小組 應該要去思考的問題 好 另外在專長上 這個湯德中老師是公法 好 蔡中登老師也是公法 我想這個部分我想沒有問題 羅昌發老師的專長是國際貿易法 那謝明陽老師是智慧財產 那在這個部分可能就有點欠缺銜接啦 那在黃喜軍大法官 他本來是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兼庭長 楊慧清法官他原來是高雄 這個高等行政法院的院長 也曾經當過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所以基本上我想這個是相當的 好 那麼陳碧玉大法官跟呂太郎 這個法官我想大家都清楚都是法官 所以這個部分比較沒有問題 那只是說 其實當我們在提名法院體系出身的時候 我們或許是不是可以思考 就是本來大法官他是憲法法院的法官 然後我們都說他是地位在最高法院之上 好 如果其實現在只是一個 好 我應該讓說 如果最高法院的一個法官可以成為大法官的話 是不是某種程度上我們就認為 會讓客觀上會認為說大法官其實只有最高法院法官的層級 好 那這個裡面是不是擁有 我覺得是需要去進一步思考 就是說是不是只是找 具有最高法院法官之力的法官就妥當 還是我們應該要進一步的思考 好 那怎麼樣比較合適 比如說我們有沒有可能未來是建立一個制度 好 是比如說擔任最高法院的院長 好 四年 好 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長四年 好 擔任工程會的 好 這樣會不會整個提升了最高 我們提升了大法官的位階 在制度上也可以形成這個最高法院的 還有最高行政法院院長的任期制 我想這個其實可能或許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好 那另外呢在性別平等方面 我想必須要肯定的是馬歸菜隨 這一次任期屆滿的四位大法官裡面 有兩位是女性 兩位是男性 那蔡總統提名的四位大法官 也一樣兩位女性 兩位男性 好 我想在性評的部分是值得肯定的 好 所以最後呢簡單講我的結論大概有四點 好 我認為在我國憲法交錯任期制的這個 這個制度原意底下 他並沒有賦予任何一任總統 第一任的總統提名過半數大法官 尤其到三分之二大法官 我認為是不符合制憲者原意的 好 那因為這樣會造成呢 司法權沒有辦法對立法權形成有效制衡的結果 好 第二個呢我認為呢 尤其在第一任總統尤其在選舉 恩 還有一分鐘嗎 對 差一跳 好 那尤其在第一任總統第一任喔 尤其在之前剛經歷過大選敗選之後喔 適不適合提名大法官喔 我們尤其配合剛剛所講的交錯任期制 以任何第一任大法官 不應該提名過半數大法官的這個制度原意來講 我覺得是必須要審慎思考的 第三個我認為喔 大法官的提名是應該要避免政治色彩濃烈的人士 好 應該是以學術背景 他的學術成就為主要的考量 好 那我覺得這一次大法官提名恐怕並不 而不是很符合這個原則喔 第四個我還是要提醒喔 就是大法官的提名 應該要注意學術背景的多元化 好 這一次呢 呃 提名了兩位都是德國慕尼黑大學的 的背景的教授 好 反而呢是把美國背景的教授全部都 正好大法官都借滿了 好 那正對於整個大法官未來在解釋上面的思考 我認為會載話 謝謝 謝謝 謝謝耶律師 接著請王韻汝教授 謝謝 主席在場的各位女士先進先生大家早安 那今天我很開心有機會來參加這個 我們司法院大法官這個 齊齊同學來作為這個專家學者發表意見 那 就這個部分我想先從 就是我們今天要這個 討論了關於這個大法官的這個人士同學 那它其實主要當然就是涉及我們現在 整個司法院大法官 它在整個憲政體制上面的功能跟角色 那我們大家都喜歡把所謂的司法院大法官看成是 在學體上大家也很喜歡稱它叫做憲法的守護者 那就學體上來講的話 這個是它有它歷史的原因 但是就整個憲政機關的這個情況來說 我們所有的憲政機關 包括我們立法院 它當然也是我們的憲法守護者 那所以今天我們在行使人士同學權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也當然會考量到所謂的這個憲法的這個觀點 那我第一個想說的是說 因為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司法違憲審查這個制度 它大概最早起源大概就是來自於20世紀初的時候 然後大家針對這個 就是國家也有可能做錯事這件事情 然後國家到底會不會遵守憲法 憲法到底能不能成為一個規範性的這件事情 那大家去形成了這樣一個制度 那這個制度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所有的這個民主的立憲國家包含我國 那它其實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角色 不管從這個東歐的情況 不管從我們這個東亞的民主 大家都看到整個大法官在整個民主的這個價值的這個維護上面 又或者跟基本人權有關的部分上面 那我們大法官其實它是有辦法著力的 那再加上我們去年 呃立法院通過這個憲法訴訟法 所以大家都預期 我們大法官接下來的工作 其實只有更繁重並不會更輕鬆 因為我們開我們開啟的另外一個 所謂的裁判違憲審查的這個工作 那所以在這個角度底下 我就想說我們現在在看這個人事同意權的這個問題上面 其實我們就是要考量的 那將來我們的視線功能 能不能繼續被維持 又或者我們能不能繼續這個開 就是開展更好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會從這個角度上面 等一下才會去談 我對整個人事同意權的這個看法 那老實說我覺得大法官 或者這樣的一個同意的表決這件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就這件事情上面 呃我們應該要考量的的確是 這個人選到底是不是 符合我們現在的所謂的多元民主這樣的一個這個價值 這件事情上 那我會考量的這個情況大概是這樣 那這是剛才講過的就是第一個 我覺得大法官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發揮這樣的一個視線功能 所以如果說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我就會認為說 從這件事情上面我想要去講一下說 這一次我們的這個世衛這個被提名的這個人選 也就是說我們 我們總統呢他這一次提名的就是我們的這個 楊慧欣法官然後蔡正珍這個部長 然後憲民楊老師教授跟這個李太郎法官 那就總的來說啦 就是我也就是跟剛才葉律師說的啦 如果我們從兩個面向來講 我們從整個大的面向來說的話 我們要考量的說 欸我們這一次提名的被提名的這四位人 然後但是剛才葉律師的這個重點都會在 跟我們現在卸任的比較 但是我剛才已經講過 因為我們要考量的是 他能不能發揮視線功能 所以我比較在乎的是跟在任的大法官的比較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看的話 是應該是說那他跟我們卸任的這個大法官之間 他們就性別上 就這個背景上 又或者從學術的專長來說 他們到底這個比例上的這個情況如何啦 那就性別來說就 只看這四個人就覺得說 好像就是性別是平等的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 現任的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其實性別的比例上面 我認為還是有點嫌少了啦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因為這個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在整個提名過程當中 性別的這個考量 就是被 被納到這個審見小組的裡面啦 也許女性的這個情況就比較少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 就有點難期待啦 那這個問題我覺得就也會發生在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所謂 食物界出生或學術出生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看 現在這四個人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但是跟現任的比起來到底是學術多呢 還是說食物專長多 那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考慮的 那學術背景的部分也是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因為這個 就是現任大法官啦 那就 到底有沒有留美的情況其實是有的啦 那就留的情況到底 比例的這個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是 在審查上面的確應該要考慮說 到底跟現任大法官 他們total來比較的話 那到底我們這四位大法官 有沒有去補上了我們認為可能的 這個缺肉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我覺得是 這個規約應該在審查的時候應該可以加以考量的 那這就整個大的面向上來說這件事 就是說 我們在比例上面到底有沒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就 這個 個人的這個部分來講 那我也是就分別就每一個這個被提名人 然後 就他 就提供了 規約提供了這個相關的資料 然後來 就我們提供一下這個相關的這個意見 那 首先這個 我們的這個 楊法官 那他的這個實務經驗真的非常豐富 因為他的這個實任法官的經歷就是 強達二十幾年 那 那其實最讓我驚豔的其實 除了他的這個審判實務經驗之外 是因為他 歷經了這個 齁 就是普通法院的審判 然後又歷經了這個行政法院的審判 都是應該是 他不會因為是在實務界 然後他的著作 好像就變得比較少 那我發現他其實著作也還蠻多的 那 呃這些著作 呃大部分當然是跟他的這個審判實務的工作有關 但是也有一些我覺得其實是 在一些實務的討論上面 然後他加上一些跟人權有關的這個觀點 那我覺得 就這個地方來講 這個是真的是他的優勢 大概是這樣 那第二位我們這個 蔡中生這個部長 或蔡中生教授 他的專長這個憲法跟行政法 那他也當然也是我們的學術先進 那 呃就是看他的這個整個著作的這個情況來說的話 除了這個呃憲法領域之外 其實蔡中生有很多的部分 其實是跟這個行政法的這個研究也有關係 那在他研究的這些大多數的行政法議題裡面 呃我發現他大多數的這個 這個關懷焦點其實都在基本權保障這塊上面 那我相信這個部分對他之後在從事事前實務 應該會有一個呃算是一個就是加分 又或者是說他應該就會在這個面向上 持續去關懷這個所謂的基本權這件事情 那我當然也希望能夠這樣的一個持續啊 大概是這樣情形 那呃我們蔡部長比較特殊的是 因為他不是按照這個 他不是依據這個教授的條款 他其實是按照這個這個我們 四百年組織法的這個關於就是 因為有這個豐富的這個誠實經驗 然後加上他的學術這個研究這個卓越的這個情況 然後才這個被提名 所以他的作用可能就不是在觀察說 他的這個整個的這個教授的這個年資這件事情上面 那應該是要放在他整個的這個學術專長的這個研究表現上面 大概是這樣 那第三位這個謝明陽切教授啊 那呃從他的資料上面看起來他就是呃 這個主要的這個學術專長當然就是智慧財材權的領域啊 那不過他在這 我看他這個研究的近況來看啊 他主要最近這幾年的研究的取向大概是跟就是人工智慧有關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可能是我們接下來整個 就是國家重要的這個經濟發展的這個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啊 那就這個部分其實呃現在的整個學術界或者是法界其實也投入這樣的一個討論 因為我們怎麼樣去規範相關的這個智慧 AI智慧就法律怎麼進來這件事情 其實就會有產生是促進還是阻礙發展這件事情啊 所以我相信如果這個謝教授呃能夠這個擔任大法官可能在這個部分上面應該可以發揮他的這個專長 那另外這個第4位這個呃呂泰昂法官啊齁那他欸他主要的這個也是實務專長 那他主要的這個研究大概都是在明治訴訟法啦 不過他有一個很特殊的經歷就是他參加了很多跟我們的司法院改革有關的這些齁這些會議 又或者是說在過去的一些這個改革裡面他有一些齁這個齁這個齁齁齁齁 那我相信在未来的 我们在这个整个宪法诉讼法的 这个大修正之后 那他应该可以针对我们大老官 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角色扮演 我相信应该可以扮演一个好的 这个功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 除了这个实物之外 我看他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著作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在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真的是蛮难能可贵 那所以其实我 就大的方向来讲 我其实蛮肯定这一次的这个提名人选 不过就这个总的比例上来说的话 那这个可能在归院上面 在未来的考量上 那可能就要做整体的考量 就这样谢谢 谢谢王教授 接着请廖一鸣 廖教授 大院各位委员及在场列位先进早安 本来很荣幸受大院的邀请 与本委员会提出个人己见 我国大法官的主要职权 仍在于宪法的解释 补充宪法漏洞 以及解决宪政的争议 而就目前我国宪法最主要的漏洞 及最容易引发宪政争议的争议呢 大概有以下四点 第一点是 总统与行政院院长全责未能横平 尤其就与立法院的关系上面 未能够符合权力制衡应有的宪政原理 第二点是 立法院的立法权与自立权的界限 未能有明确的界定 第三点是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欲有争议的时候 尊关解决机制及克责机制不明 第四点是 重要的法治国原理 如无罪推定原则及法律 不溯及既往原则等 未能够于宪法中明定 本次大法官的提名人 四位呢 皆在学士及能力上面 有相当相当好的这个能力 那么就其有关于学术及经历背景 前面几位专家学者意见呢 个人都敬表赞騰 但是其个人的家庭 婚姻 饮食及政党偏好 个人认为皆不应成为其被审查的重点 而应审视其对于下列问题的见解 第一点 总统或行政院院长的政策偏好 能否作为法律和线性的正当性基础 第二点 立法权侵犯人民权利时 是否既以其为多数决所做的决定 就能够作为最终的合法化基础 又立法权的自律 应有的规范及效力如何 第三点 终于地方立法权欲有争议的时候 司法院应保有的角色为何 以及大法官是否有保障地方自治的责任 第四点 无罪推定及法律不溯及线性的原则 应否具有宪法的位阶 如果没有的话 政党的政策偏好 是否可以作为废弃无罪推定 及法律不溯及线性的原则 的正当基础 那么以上是个人对于 世卫提名人的这个 见解的一点浅见 请在座各位审查委员 能够参考 谢谢 谢谢廖教授 接着请江世民江教授 主席还有各位宣讯大家早安 关于今天大法官被提名人 我很荣幸来这边表示一点个人的观察 第一个那 充当大法官个人认为 他必须要对于宪法 必须对于人权 有充分的意识 并且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个 基本认同 在这部分也必须要 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跟看法 那第二个 我希望说 冲政大法官 他在法政 在这个领域 他能够是一个有充分的致士 那甚至是该领域 当然是要有一个声誉卓著 或者是具权威性的 那第三个是 我希望冲政大法官 他能够是具有一个独立 自由的一个人格 那能够在做大法官决议的时候 他能够体现出一个法官 那对一个价值取舍 因为涉及到千千万万人 涉及到 现代跟后来的一个世代 那我希望这位道法官 那他们能够在伦理上 基本上 在行为上是没有瑕疵的 那因为我们的资料有限 资料有限 那我就专业部分 专业部分个人提出一些 基本的一个评估了 那专业部分 第一个就刑事上来看 刑事上来看 因为各个被提名人 他被提名的一个依据不一样 那在就刑事部分 个人认为 第一位在杨卉清 被提名人部分 他依据的是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 第一项第一款 那个人评估是 这个杨院长他基本上他也在最高法院担任过法官 那也在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兼院长 那办案经验基本上是非常丰富的 那在这部分 在视线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种各种价值的呈现跟则中 那有实务界的法官能够来充任大法官可以提供一些这个 一些多元的观点 我认为这是符合目的性的 那在要件上形式观察也是符合的 那第二位被提名人蔡忠贞教授 那他提名的依据是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第一项第六款 那个人 评估是认为 这个蔡教授他在慕尼黑大学 基本上当时他的博士论文本身就是在学术上有高度优异的表现 那在回国之后事实上他在国家学跟宪法学 他也在台大法学论从等等重要刊物发表不少论文 所以说个人的评估基本上他的学养基本上是具有高度的质量的 那另外他有去担任考选部长 那也提出诸多改革方案 那事实上也是任劳任怨 因为在考试院做事事实上也是很辛苦的 那当然各方意见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这部分个人也认为他事实上是做得很称职而很努力 所以说在这部分赴政治经验在这个第六款部分 我个人认为是应该也是符合 那另外被提名人 谢明洋教授 那他是依照司法案组织法第四条第一项第四款 那在这部分 谢教授部分他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 那已经任职多年 那另外他的专长是智慧财产跟民法 那这部分我个人的评估是认为他学术上的研究是具有高度质量的 那他民间团体的经验也丰富 相信在这部分也是可以在到时候做成决议的时候提供不同价值的一些看法 那第四位被提名人是李太郎的秘书长 那他基本上被提名的要件是承认时任15年以上的法官 曾经卓著 那在这部分 他任职时任法官已经26年了 实务经验是很丰富 那从早年从事一些司法独立改革 一直到达最近参与秘书长之后促进一些法案的推动 那基本上是具有一定的成绩的 那他的研究当然刚好跟我的领域有部分重点 那他研究民事诉讼法 那在民事诉讼法部分他也提出一些重要观点 那这个他的一个著作也相当的多了 在这部分在法官百忙之中还能够充分研究 也算是难能可贵 在刑事要件上基本上都符合了 那至于在实质部分 因为里面的相关文章相关发展 尤其在我们将来大法官将来会面临很多新的议题 新的议题 那在实质部分基本上个人认为大院在做实质审查的时候 那也许可以到时候可以加以询问嘛 就是说关于将来他们对于一些死刑存废观点 他们的思考是如何 那尤其是同婚法案过后 将来会造成如何的冲击 到底在里面跟婚姻的区别待遇 那将来会不会像面临像德国一样 面临视线 那这部分 这几位大法官他们的基本观点又如何 那等等一些我们 我们现在跟可预计将来会发生的一些相关争议问题 我个人认为大院应该要做一些基本资料的缩辑跟询问 或许会比较能够了解在实质性部分的一个事格性 那当然个人的期许 个人的期许 基本上作为一个大法官 平常的一些言论是一回事 但是一旦批上法袍 它是具有一定的高度的一个权威性跟一种神圣性 能够抛弃意识形态 然后来 例如在像以前 我们大家都很敬仰的姚瑞光的大法官 人家他即使在戒严时期 他也提出非常多不同的观点 这种典型在塑袭 我是期待将来在被提名的大法官有这样的精怀 而不要执着于任何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谢谢 谢谢江教授 接着请黄帝颖律师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与会的先进 那非常赞同刚刚 廖清福教授跟江世民教授 对于四位大法官提名人的这些观察跟介绍 那这一个部分 稍微再做一点 刚刚与会先进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回应 或者是请教 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现阶段是不是蔡总统提名 是为大法官是不是适当 从政治时机上面的考量 其实我国作为法治国家在法律上面的义务 其实机关有忠诚的义务 当任其介质前 那总统作为宪政机关 他本身就有提名这个义务 那刚刚特别提到说 以美国的这个欧巴马的这个提大法官被 后来有一些不成的这个情况 其实美国的情况是因为大法官是终身制 所以他们的没有任其上面的问题 那我国大法官有任其上的问题 当大法官任其介质 依据四字632号解释的机关忠诚的义务 如果机关不提出反而会有违宪的疑虑 这个部分可能要先做一点补充 那另外刚刚叶律师有特别提到说 交错任其制 这部分我也认为确实值得思考 也就是说交错任其制在我国修宪之后 大法官的这个任其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这一次的 这一届的总统会提名的大法官习次 超过我们原本宪法预设的七个或八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回顾这个交错任其制的 这个为什么会有 到现在可以提名这么多的情况 其实要从2008年的 马英九总统提名大法官开始 当时他提名五名大法官 那五个其实是过去 有陈水扁总统离留的四个跟一位请辞 那这个情况他提名了五个大法官 他给予的那个人事令 其实他给予的是八年任期 依照当时的司法院组织法第五条的规定 采取的是继任制 大法官的继任制的意思是说 他应该后面提名的要递捕到 他原本的任期介制 但是当时马总统给的人事派令是 他不是采取继任制 他给予不是递捕的方式 而是直接给予八年任期 才会导致后面 有很多的这个任期 本来交错任期变成有点 不知道怎么去算这个交错 那这个问题确实是制度上 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我知道今天 立法院宗教兵委员等一下在 贵院也一样有这一个公听会 在讨论交错任期制 我认为从制度上来思考 确实是有这个需要 所以叶律师特别提出 这一个交错任期的问题 我认为必须要去思考说 如何让他导致 尤其到2015年 当时立法院也修法 司法院组织法 那把这个交错任期制 应该要采取继任制的 这样的一个法规把它修掉了 那修掉之后会导致于 现在这个现象是说 前面大法官任期届满 因为2008年马英九提五个 五个都给予他八年 而不是采取递补 这个继任的问题 那到现在 变得不得不 这些人任期届满了 还是得提名 依照四字632号解释的 机关终成义务 他还是得提名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必须透过制度的修正 予以更正 那在这边对于四位提名 这次被提名大法官 也有一些期许 为什么这么谈 是因为我们知道 昨天有十多万年轻的朋友 很多的朋友 到街上去讨论的是 反红色渗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 大法官作为民主宪政的守护者 这个是全世界民主国家 都应该要思考的这个问题 而民主宪政守护者 的角色是什么 其实这个角色 我们当然对于未来 这四位对提名的大法官 以及目前的大法官的成员 都有这些期待是讨论防卫性民主 或者是所谓战斗性民主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机制 也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在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从1937年 在德国的这个宪政民主模式 已经提出了 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概念 是因为有感于 这个法西斯主义的盛行 而才去思考说 那大法官或者是说 民主国家必须要去思考说 当不应该被民主的敌人 来消灭民主 所以这个当时都已经 有些学理在探讨说 人权不应该成为 破坏民主的一个工具 而民主并非所有手段 都可以被接受 也并非这个民主敌人 所采取的方法都必须开放 这个民主国家的大法官 必须在这两者之间 找到平衡点 那后面在威马宪法的时代 其实为什么特别谈防卫性民主 是因为威马宪法是民主的宪法 但是他们选出了希特勒的政权 而消灭了民主 而把整个欧洲带入 二次大战的无限的深渊 所以大法官当时 如果能够站出来守护民主 把这一个不应该有 应该是抵触民主价值的这些行为 宣告为违宪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 防卫性民主的概念 所以战后的德国基本法 在21条2项的规定 才去探讨说 如果是意图破坏或颠覆 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这一个情况 是可以把它当作 政党这样做的主张 是可以当作违宪政党 德国联邦的刑法 也去探讨说 那我们要禁止 否认或淡化 纳粹独裁 这一个言论 相关的言论 这个部分都还是会有 刑责的规定 这是德国人在思考说 当民主被 民主的机制产生 最后破坏民主的结果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做 这样的一个防御 那因此 对于这样的一个思考来讲 也间接的形成了一个司法积极主义 也就是说大法官 也或许司法过去不是比较消极的 但是在防卫民主这件事情的思考上面 必须要积极的一个判断 那我们在思考 现在说台湾必须要怎么样去做 这样的一个思考 昨天的公民上街头 其实就是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拉回到我国 刚才讲的是德国 也许是比较法的概念 我们当然还是期许说大法官 作为民主宪政守护者 在我国有没有发挥过功能 其实有耶 在1999年的修宪的时候 当时第三届国大代表 第三届国大代表 大家知道多数嘛 就是多数大家名义代表 修宪通过说 那第三届国大代表的任期 我们延长到第四届任期届满 换句话说 当时的国大代表 是可以多当两年42天 这件事情呢 被大法官依据防卫性民主的概念 认为这样的修宪是违宪的 也就是多数的修宪者 国大代表 这样的一个多数意志 还是被大法官基于防卫民主 基于这样的一个民主宪政守护的概念 把它宣告违宪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因为国民主权原则 我们人民没有同意你 可以多答应那些任期 那你没有多这些任期 没有经过国民主权者的同意的时候 你擅自去变动 违反了任期契约的概念 所以宣告当时的这个 修宪是违宪的 这个是我国 寄受防卫性民主概念 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那我们也期许说 这一届的大法官 以及这一次被提名的四位大法官 可以在 未来的行使 这个大法官权限的时候 去思考防卫性民主的重要 过去499号解释 也告诉了台湾社会说 其实民主还是 本身有它的一个价值秩序 而这样的价值秩序 自有民主宪政的价值秩序 不应该随意被破坏 当你随便去变动任期 像这样的明显的情况 违宪的情况的时候 他还是会宣告违宪的 那台湾目前 受到外来的这个 独裁的 国家的这个 渗透或者是 相关的这一个 独裁力量的 介入的时候 大法官就更有 守护民主宪政这样的一个 义务的存在 所以最后还会是会 期待说 这一届被提名的四个大法官 在防卫性民主上面的思考 要有这样的一个体认 那我们知道 世界不管是 美国在谈 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 或者是澳洲政府 在谈反外国干预法 这样的一些特别的立法 其实也都是在处理 独裁 势力的介入的一个问题 那台湾 立法部门已经有相对应的做法 大法官作为民主宪政的守护者 依照499号解释 防卫性民主的概念 我们期许未来这个四位大法官 也能坚持防卫民主 作为民主宪政守护者 这样的一个角色 谢谢 谢谢黄律师的发言 各党团所推荐的学者专家 都已发言完毕 休息10分钟 休息之后 进行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 现在休息 inversion 请不含 说 说 inic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